威胁他 如果不出去打工 就分家 我讲的 要能干就干 不能干 我就把你分开 我看你能不能苦上吃 就是我就要跟他分家 分家都是强迫他去打工 当时我说 实在不行就分 那也没办法 无论父亲怎么说 李静铁了心 一定要回家创业 那么李静为什么 放在南童市里 好好的工作不干 却非要回家创业呢 我这个南童那边的公司 一直在走下坡路 所以说 感觉真的是 公司在大城市里 维持不下去了 一个外地人 肯定在本地 想站住脚非常困难 所以说 还是父母也老了 还是想利用看看 能不能利用家里的资源 在家里创业 然后尽一点孝道吧 当时 李静调查市场后发现 养殖大业 利人不小 同时老家环境 也适合养殖大业 当时我们做了 也做了市场调查 就是说 从我们大业 从回来养 大概 也要一百多块成本 后来 经过这几次市场调查 他们就是 加额都能卖到两百多 我们大业肯定 也能卖到三四百块钱一只 所以说市场前景非常好 大业 是我国二级野生保护动物 养殖需要去林业部门 办理相关证件 2009年初 李静办理了相关证件之后 说服了父亲 把家中的全部积蓄 十多万元交给了自己 从青海省 引进了三百多只大燕苗 养在离家五公里远的鱼塘边 当时花光了钱的李静 在鱼塘边上 自己盖了一座茅草屋 看守大念 当时基本就是野人生活 头一年时候实在那时候 就非常难受 创业辛苦大家都知道 所以连油都吃不起 真的 我们就是五河这边呢 水源是比较丰富的 然后我们就到 那个水里面抓一些野鱼野虾 然后上去卖 卖完之后呢 然后再买一些基本的日用品 我国法律规定 野生大业只有子二代 才可以用于销售 这意味着李静只能等待一年多之后 出售第一批小鸟反育的后代 李静的妻子房小娜提出不干了 我就老是埋咽他 大人受罪就不说了 然后这孩子太小了 在那地方受 就是人家 就是我感觉我们小孩子受的罪 比人家大人 就是这么多年的经历 受的罪都多 当时就是想 挣了钱了 扬北吐气了 把孩子给他送到大城市里面去 让他过城市 城里人的生活 我们苦一点 无所谓吧 当时就都是这种想法 到现在 好像憋着一个武器 把这个事情把它给做好 做大 可是孩子也跟着受苦了 这 真的就是我们亏欠他的所在 李静劝住的妻子 继续在家养大雁 2010年底 李静的子二代大雁 终于可以销售了 他把自己的大雁 拿到了升级镇上的饭馆 去找人试吃 没想到 饭馆的总经理 申喜兵却告诉他 大雁肉的味道 跟鹅差不多 跟家里面 那个菜养的味道一样 他没有那个野味的那种口感 他说这只鹅肉 当时浑身不舒服 我说嫁完了 到底是我这边的问题 还是什么问题 当时考虑了很多 李静回家跟家人商量之后 认为问题出在圈养大雁上 大雁因为被圈养无法飞翔 导致肉的品质下降 李静有了放养大雁的想法 2011年1月 李静挑出了200只大雁苗 每天由他带着跑 想模拟野生环境养殖大雁 来来来来 过来过来 过来过来 过来过来过来 过来过来过来 让他跑一跑 教练他的机能 从一开始 我们原来都这么信 人给他带着跑一跑 等他羽毛扎齐了 然后再给他练来飞翔 再给他起飞 要从这么小开始 这练技能必须要从小练 如果说他从小就有那种懒惰的习惯 那就不行了 你就是再怎么养也养不好 当时李静的这个做法 再次遭到了家人的一致反对 小的时候 然后比较弱的话 他在前面走的话 然后后面 后面就是比较体型比较大 比较强 从他身上践踏过去以后 有的会给踩残疾 会给踩损失 死亡 都有可能 可李静却认为 不论付出什么代价 大业 一定得放养 当时放飞的心里 根本一点点底都没有 当时就抱着 就直接就损失那么多 就这样 就这样直接去试着 去做这些事情 也不知道他能不能回来 为什么非要这么做 如果不解决的话 这市场根本就没办法做下去 你这大业 就是说 如果说你真的是倦养 控制他飞翔 不知道他怎么样运动的话 他就和普通的家庭味道 没什么两样 也就是说 可能就不好去做 这个大业的市场 半年后的2011年7月 李静又带着自己的大业 来到申级镇 当时他遇到了 当地的粮食经销商申盛 谁正第一眼看到 卖大业的李静时 觉得他是个骗子 我感觉他是卖 卖贼狼 我们老家这边讲话叫卖贼狼 卖贼狼什么意思 卖贼狼 我们老家图画就是 就是那种卖狗皮膏药的 江湖骗子 当时深深认为 李静正在把鹅当作大雁 卖给饭馆老板 我以前见过 在天上飞的看过 但是近距离没看过 到底他什么样 我也不知道 你看着像什么 我看着像鹅 他过来完之后 他问你这个是鹅吧 我说这个大雁 然后他就跟我 他说你这能不能飞 我说我能飞 他咱打个赌呗 我说大雁肯定能飞嘛 我说你要如果 真的是大雁 我说你如果放飞了 我也出了两百块钱 你放飞给我看一下 然后就和他打了这个赌 我也不能保证 一下子就扔出去 他就飞掉了 就这种感觉 然后我还是赌一把吧 和自己赌一把 跟深圣打赌之后 李静立即放飞了自己的大雁 往前一扔就飞起来了 那只大雁呢 大雁后来飞跑 飞了大家都惊呆了呀 都惊了 哎呦 他真是大雁 他真能飞呀 我想象中完全不一样 你还真敢放 跟你说个玩笑的 我说我可是不是跟你开玩笑的 我是来真的 李静如愿以偿地拿到了二百元 虽然只有二百元 却让李静感觉到前所未有的开心 当时我浑身就像那种小虫子 那种针扎一样 那种刺脑 哎呦 头脑一蒙 哎呀 这下好 这大雁给我出了口气啊 让我真的 怎么说呢 就是 让我真的感觉我这个 说之前的功夫没有白费 飞走的大雁 让深圣认可了李静大雁的品质 现在每年深圣都会从李静这里 买四百多只大雁 作为当地的土特产 送给自己的客户 2011年底 李静的大雁 先后打开了合肥 蹦步等地的市场 年销售额一百多万元 2012年初 村里很多人看到李静养大雁赚钱后 都来找他 想从李静手里买雁苗 却都被李静给拒绝了 他叫孙茂富 是李静的伯父 本以为自己能有这个面子 从侄子李静那里买到雁苗 却也被拒绝了 你达到我的心愿 我有点不高兴 我说你这个老兄 都留了几个支付了 你不想叫你大爷支付了吗 当时就考虑到 因为这个 有这个亲戚关系 我们也不好管理 他急着用钱 可能会自己到市场上 低价销售 这样会严重影响我们的市场 李静认为 只要自己做独一份生意 销售就不会出问题 没想到一场噩梦 即将到来 2012年3月 李静把赚来的钱全部投入 扩大养殖大宴的规模 当时李静的父亲孙茂发 看到儿子养大宴确实赚钱后 也来帮忙 却正赶上李静的大宴厂里的 一万三千多支大宴 还没有卖出去 我心里非常着急 你看这一万多 一万多值得几百万块钱 这发不出去 这多年的新月都在那里 那我打下急了 当时厂里的大宴到处都是 但省内的市场 根本消化不了这么多的大宴 当时全部蒙到了 当时这么多宴 每天得吃多少 你看咱们现在这场地 像这里不到一千支 就这么就这些了 你想想看如果说一万多支放在这边 那就不得了 而这个时候 当地又连续下了几场雨 道路湿滑 资料没法及时运到大宴阳之城 李静的大宴开始出现互相着咬的现象 我端一盆石在里面的话 就是就是所有的大宴都用上来的时候 就是体质强壮的话 它会抢到 还有呢就是体质弱的时候 它会被压在下面 还有如果石吃完的时候 他们就是互相逗价嘛 打架 然后羽毛会被捉掉 然后会被感染 2012年6月 李静在无意中 发现了一种极其省钱的大宴寺 小麦接杆 在我们收完麦子之后 它不是这地上有残留嘛 然后我们就放 每次都要放 我们这天上放木 放完之后发现它对这个 它夹这个接杆 也吃 我们也发现它吃这个接杆 后来我们就试了一下 就是拿了一小部分 然后通过那个粉碎机 把它粉碎 给它粉碎这个小一点 发现它特别喜欢吃这东西 小麦接杆 虽然解了李静的燃眉之急 可这一万三千多只 卖不出去的大宴 仍像一块大石头 压在李静的心上 2012年7月 它往杭州 卖了五百多只大宴 却赔了两千多元 杭州突然来了个电话 就是说要五百只燕 然后我们当时就急着 急着坐着就装箱上车了 李静接到电话后 立即组织家人 开始抓大雁装车 并且亲自把这批大雁 运到了杭州 从我们家到杭州那块 是六百多公里 到他们那点 当时的费用就得四千多块钱 然后又损失了一部分 当时我们后来一算账 亏了两千块钱 这生意都感觉 当时就崩溃了 再这么做下去 肯定就没办法做了 这种做法 这么多的大雁 在附近卖卖不出去 往远迈又赚不到钱 李静该怎么办呢 三个月后 李静想到了一个办法 不仅迅速处理完这批大雁 还在一年时间里 把销售额扩大了七倍 达到七百多万元 这到底是一个什么办法呢 他叫李洁 是江苏省四红县一家酒店的经理 2012年9月 李静找到他推销自己的大雁 当时李洁对李静大雁的送货速度 十分担心 开始就怕他供货不及时 因为路途也比较远 有这个担心 当时李静却跟李洁保证 无论什么时候要货 只要提前一天打电话 一定准时送到 一周后 李洁给李静发了一个信息 订了八只大雁 第二天一早 李静身边这个叫做原力的养殖户 就把大雁送到了李洁的酒店 你说那是用了多久 送到那边 还是算吧 一个小时左右 本期时代 你说几号送 他就几号送来 他要了八只 如果说从我们五河县 往他四红县调的话 得一百多公里 他中间的费用相当大 这基本上我们就 挣不了多少钱了 如果说我们在四红县 当地的这个位置 直接就近就 就调给他 中间基本上就 没什么多大的费用 原来李静迅速卖掉大雁的办法 就是亲自去附近省市的酒店推销 一旦拿到订单后 他会立即在当地 寻找享养大雁的养殖户 并且以比市场低一倍左右的价格 把大雁和大雁苗 先出售给养殖户 再从酒店那里 获得更高的回报 就是我们觉得价格哈利 跑了几家以后 看比较一下嘛 这边价格比那边价格低 那边这基本上的 不是翻倍嘛 也大了 也贵了好多 还有这边呢 也给我们订了保证 不能什么时候 要达到50块钱一只以上的里头 有人觉得你为什么不在你当地 就是扩大规模 弄个十八二十万只这样 这样一样 我说这样 这个方法不适应我们这个地方 因为我们这个地方 知名度也不是太那个 太好 我用这种方法 就是说可以带动 其他这个周边这些城市 这些养殖户进行养 然后我们可以快速的 就是配合到每一个城市的 这个酒店或者餐馆里头 这样节省中间 中间那个运输的环节 还有一些损耗之类在里头 这都是我们的利益所在 可养殖户和酒店 为什么不直接交易 而要让李静 从中赚取差价呢 他是省了中间 我们销售一个环节 有利用转就行了 你要是还要组建 这个销售网吧 你还要投资 还要投资人类外类 好多的事情 所以呢我们就依靠他吧 应该我们跟这个小户 应该怕质量跟不上 可能一次两次的可以 怕多了也 你还没法保证 对保证质量啊 或者是送货 方面的诉讼啊什么的 同时李静跟养殖户约定 如果合作 大宴全部由他销售 大宴出现死亡 必须有照片证明 否则第二年将取消合作 从而保证自己的利益 我们和养殖户签订的协议 就是包括死亡率啊 就是最高给他 就是5%到10%的死亡率 他每次死亡还要给我们提供照片 我们还要有一种就是 人性化的处理 如果说他们 他们当地有这个亲戚朋友 他们自己可以卖一小部分 2012年秋天 李静把一万三千只大宴 分成多批 先后运到外省的养殖户手里 然后零散着卖给了酒店 通过这个办法 李静把自己的销售半径 从一百多公里 扩大到了两千多公里 2014年 李静在自家门前 建起了一座简易的大宴加工厂 进军大宴深加工领域 开始带动亲戚 朋友及更多农户致富 在农村有一种说法 就是说做事不能 一贯不管半贯光当 比如说那种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一瓶水 你还没到满的时候 你就开始沸腾了 你不能迟滞以恒的 去把这个事情去做下去 你认为 我现在做了一半 可能这个事情 做得已经很好了 实际上不是 所有的事情 都要一直坚持下去 坚定这个信心 你才能把这个事情 给做得做好 做得完美 李静成功创业 除了坚持之外 更重要的是 他能够不断地 改变自己的策略 去适应这个市场 创业除了坚持以外 还要时刻保持一颗 追求的心 因为一旦满足于现状 不去改变 就会被市场淘汰 好的朋友们 想了解节目更多内容 请关注我们的 官方网站农事网 以及农事网 官方微博 微信 移动客户端 同时 欢迎登陆央视网 浏览查询 好的朋友们 广告之后 一起来看致富金 下期节目 为您安排了哪些 精彩内容 杨涛研究生毕业时 放弃了留校 找工作时 眼睛只盯着挣钱 为此 导师找他谈了四天 活急活了 要挣钱的杨涛 在面对老板 给出的加薪 房子和股份时 竟然视金钱为分土 大手一挥 就放弃了 白手起家近四年 杨涛如何在人生道路上 不断选择 从一个穷学生 蜕变成同行眼里的黑马 养殖户口中的财神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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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与点栏目 感谢观看